拉宮出手動作行雲流水 社勁國手湯志軍完全命中靶心 堪真是湯枕 二十七日他神仙下凡 出席運動品牌活動 整個人意氣風發 因為臺灣射箭男團三人滿額 拿下巴黎奧運門票 這男子射箭代表隊由湯胞 湯志軍帶領的林子祥 戴宇軒 臺灣山上 當然金國不讓虛眉 反曲弓女團同樣亮眼 取得巴黎奧運女子三席的 滿額席次 這次臺灣射箭男女團組合 襄陽新穎 由四朝奧運元老雷千穎 和東奧表現亮眼的湯包湯志軍 個別率領奧運新鮮人 挑戰五環殿堂 非常熱愛射箭這項運動 在射箭的時候 其實都是非常相信自己 也相信大家或是相信教練 那在第一朝的時候 就是不斷的訓練去做改變 讓自己可以提升到最好的表現 自己狀態準備好 也許結果不是你預期的 但是我覺得這些都是過程 結果不是最重要的 是這個過程 經歷了什麼 我們學習到了什麼 心靈雞湯灌好灌滿 因為每一八件都需要滿滿能量 學弟妹的組成也激盪出 不一樣的火花 我們的個性可能會互相彌補 讓我們這個隊看起來更加的團結 那接下來我也相信在奧運上 我們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更棒的突出這樣子 團隊歷經一波三折 台奪下巴黎奧運資格 中華隊男女神射手原地就位 只期待一個月後能射落對手 劍指金牌 靜新聞 陳唐輝 陳信二傳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感染本 規短語 限職